那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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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思佳 那麼今天我會講的主題就是 我跟貝貝的情侶穿搭 那其實我們每次出去玩 然後我就會吵著一定要 就是搭配好啊 我跟他要一套啊 然後就是 就是我們的一些穿搭小技巧 然後都會在就是這個影片裡面講 那我們並不是一定會說 一定要穿的完全一模一樣的T恤 或者完全一模一樣的衣服 而是有的時候是採取色系 然後有的時候可能是採取感覺質地 然後這方面 然後去做一個穿搭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看下去吧 那麼第一套其實基本上就是 從最簡單的開始 然後貝貝就是配了一個白色的襯衫 然後我當初看妝那件就覺得 哇好有我爸的感覺 那其實這套的主題就是一個 喔如果你要出去玩 然後你要出去走跳 其實常常穿女生穿裙子 是會不太方便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譬如說 配個牛仔褲 但是又會想要有一點情侶 或者有一點造型感的話 那她的話就是貝貝的話 她就是在加了一件襯衫 然後配了一個牛仔褲 然後我就是配牛仔褲 然後加一個背心 然後可能女生可以加一點小跳式之類的 那這種造型就變成你要去沙灘 譬如說現在要去海灘 然後跑跑跳跳也沒關係 然後如果你是想去遊樂場 然後玩一些遊樂設施 其實就是也不會有什麼 女生也不會有什麼尷尬啊 然後怕走光的情況出現 那麼我身上的這件呢 是我最近發現買的 然後還不錯 就是我覺得她穿上去非常合身 然後也不會擠這種腹出來的 那我之後會再做一個小可愛的合集 那如果有興趣就之後再看套 是比較有色彩一點 然後比較我自己認為比較可愛一點的嘛 就是我是穿一條比較貼身一點的 臉身短裙 然後貝貝配了一個同色系的條紋襯衫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很可愛 因為我們都是 她下半色是配白色褲子 米白色都可以 然後我們也是走一個 線條然後款式上面一樣的一個造型 那因為她比較色彩繽紛一點 就變成比較適合夏天一點 然後但是這個造型可能就比較適合 有的時候出去約會啊 但是可能就不太適合太強烈的活動 譬如說什麼今天要出去有太多活動 就是女生可能要一直跑跑跳跳啊 動來動去可能就不是這麼方便 然後當然女生穿這麼短裙子 可能也要就是再加個安全褲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女生穿裙子 然後配男生的一個就是 有一點舒服舒適 然後又沒有太正式的一個襯衫 其實是我覺得這個夏天 然後情侶之間一個很好搭配 上一套就是 上一套就是那個線條款這一套 可能比較適合出去出遊啊 然後沒有這麼多的 譬如說爬山那種活動 然後再下一套其實有點類似 但可能比較適合去冷氣房這類的 那我們就是 我就是配了一條那個藍色長裙 然後兩個都是霧賴 然後貝貝就是配了一個霧賴藍的西裝外套 然後這個是比較薄一點 那這樣夏天就不會太熱太悶 就是就算今天不待在冷氣房也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一套 如果男生是穿一個長袖的襯衫 就或者是長袖的那種西裝外套 然後基本上就待在室內冷氣房的地方會比較好 畢竟真的太熱了 然後因為女生這種那種長袖的啊 就譬如說我覺得很適合在日落的時候 就是在山潭旁邊散步 然後或者是你們只是要出去小郊遊 並沒有要爬山 然後並沒有太激烈活動 那這一套還是OK的 或者是今天要去餐廳約個會 也是非常漂亮 因為女生是一個比較優雅的造型 然後男生是一個比較 比起前面兩套 這一套會比較正式一點 那我就覺得這套其實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因為就感覺自己難得優雅了 然後貝貝又難得比較正式一點嘛 然後這一套就是一個 比起前兩套會比較正式 然後比較突顯氣質的一套 好那講到最後一套 第四套了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全黑或者黑色系的穿搭 那我是配了一個貼身的短裙 然後這條短裙是我最近在ZARA買的 然後它因為它比較貼身 然後它很凸顯女生的身材 還就是凹凸有致啊 這類的 然後譬如說我的話 我出門就會穿個小良鞋 就是那種黑色的小良鞋 然後就會整個很漂亮 那我覺得這一套非常非常的適合 譬如說你今天要去信義區啊 洞區逛街啊 你就會覺得自己變得很時髦 就黑色就是一個很簡單簡約的時髦感 然後或者是你今天要去餐廳約會 或者晚上因為我們兩個是不跑趴啦 但如果晚上是要跑Party的話 這套真的很適合 就是你不會覺得自己太誇張太浮誇 但是是一個非常簡約氣質 然後又有造型的一套 那今天基本上的介紹就是這樣 那其實現在很多的網路啊 或者是實體店面都賣那種 譬如說情侶outfit的那種情侶的服裝 對那就是我覺得為了情侶搭 就是為了配情侶妝 然後買一套顏色完全一致 然後就是材質完全一樣的 同一塊布料剪出來的兩件衣服 是我覺得個人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主要是因為你想想看買一件衣服 其實就已經有它的價格在那邊 然後如果你買兩套 其實基本上就有一點破費 因為其實從照片上面 你拍照其實通常這種都是為了拍照嘛 然後或者為了好看 那其實大部分路人都是有一段距離的去看你 或者是你跟你朋友出去 朋友也是有一段距離看你 他們甚至是拍照就更加看不到什麼材質這方面 所以我覺得與其花那個錢去買一套衣服 然後或者是買幾套那種情侶穿搭的那種衣服 倒不如是自己搭配 就是譬如說他衣櫃裡面有什麼 我衣櫃裡面有什麼 然後我們就找同一個色系 然後或者是差不多顏色的那種來搭配就好了 並沒有說顏色要完全一樣 材質要完全一樣 然後可能連形狀 衣服上面形狀都要一樣 就像我跟貝貝 譬如說霧買藍也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霧買藍 然後我們那個線條的那兩件 也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線條 就只是我們找到我們衣櫃裡面比較像 或者是他其實也對這種款式蠻有興趣的 那我可能有的時候逛街我看到我就買給他 那我覺得並沒有必要說在另外買一套情侶裝 我覺得這有點破費 其實常常花一點小巧思啊 然後去做一點穿搭 其實就可以有你們兩個的那種獨特情侶造型出來 好 那希望今天對情侶們還有幫助 就是如果你想跟你的另外一半 然後穿著飄飄亮帳 那今天這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就按個讚 然後訂閱一下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